我们来看这题,调下的各三角函数值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,sine1845度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我们来计算,sine1845度 所以我们就利用同界角来计算 所以1845度 我们把它写成360度 那么乘上5倍 再加上45度 意思也就说它跟45度是同界 所以它的值就会等于sine45度 那么345度的值就等于2分之跟2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tangent-4分之29π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我们来计算tangent-4分之29π的值 所以我们利用广义三角函数同界角来计算 那么意思也就说 -4分之29π我们把它写成-2π 那么再乘上4 那么再加上4分之3π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同界角相同的值 所以等于tangent-4分之3π 那么接着我们再把4分之3π再来做化简 那么因此就利用tangent-4分之3π我们可以把它写成π 那减掉4分之4π 那所以就会等于tangent-4分之3π我们维持是tangent-4分之3π 那么π减掉一个角度是第二向线 所以它只是负的 那么因此就会得到负tangent-4分之3π那就是-1 所以呢第一小题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等于2分之2 那么第二小题计算结果就得到这个值呢是-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